現在看看辦公室的住宿 如果你有錢的話 在當中就可以用現時學生的一年學費 就可以住這些房間 這些房間的特色就是 家屬全部可以直接搬起來 有一種客旅寄居的感覺 這就是行李箱 當時也有了新秀禮的 這就是高級的辦公室的房間 你看到他自己的私人布窗 在當中 這個有這麼高級的辦公室 俗文書 實際上他的房間比較大 現在改建了 小一點 這個就是會議室 你看到如果他們輕鬆的時候 就玩啤牌 吃東西 商量軍事 或者是想一下策略 玩一下棋 最特別的一件事就是 英女王訪問我們的時候 就曾經坐過這張小椅子 這裡就是一個高級官員 吃午餐、吃東西的地方 最高級的就是坐在那邊 低級的就是坐在外面 因為未經過打仗 但他仍然放了這個 維多利亞女王和她老公的照片 咦?維多利亞女王有老公 Anyway 那張照片就在這裡 然後就來提醒他們 要精忠報國 樂非 這個就是廚房 這樣就很開心了 有一個叫做廚房的主管 叫做Massman 這樣就是一個就退休的軍官 有些肥缺 過睡濕腳 懂就先吃 order extra 他又可以先吃 這個就是他那本素補 如果不是太過份 不被人檢查 其實都OK的 他就會睡在這間房 你說睡地板好像很痛苦 但實際上當年來講 這間房有個暖爐 其實都很暖 再加上就是肥缺 這個就是全國Ford裏面 其中一個最保護的地方 就是酒窖 這個就是用石 上面有8米高的石 保護著它 人死 但酒不可以位 雖然在這間房間 就會有個窗桶 都一樣可以打出去 現在封了 但如果你是Gun Powder的房間 就不會有 而且造房也不會有 免得容易生火 自己 自己弄壞自己 嗨 我們這個房間 就是家居住的房間 通常就是一張床給老公 一張床給老婆 一張床給小朋友 無論是十兄弟 都是一張床 你看到這床都是摺特 怎樣能夠在這個軍營裏面 你都可以來結婚 你要做夠14年 然後你就可以娶老婆 你做過14年 你就會有兩條的 手袖 假如你大約是14至18歲 左右入伍 簡單來說 你至少28歲 甚至30歲 你又保持7年的好行為 這樣你就可以成卡合室了 但是很多時候 在軍營裏面 做妹仔 通常在14至16歲 就要逼你嫁人 不然你就要離開軍營 在Kingston裏面做事 如果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 老夫亂妻 雖然很悲哀 我們現在 例如我 我也是30歐以後 才結婚 除了老婆 又不是14至15歲 那些人 雖然Mini 怎麼看 都好像14至15歲 小妹妹 般般 脖脖脆 這些是當時的婦女 洗衣服 不是形容女生 形容真的洗衣服 這裏就是教書的地方 王嘉嘉現在在教書 小朋友來到的時候 有些軍事知識 外國的教育 國民教育 那張地圖 就是仿製 1852年的世界 你可以看到 這是大清 各個的世界 這個是中原 香港當年已經改了 而且 太平均 已經是 金田村 起義了 1852年 起義了兩三年 當時 英國 繼西班 以後 成為了一個日不樂的帝國 課室 終聲響起 又要下堂了 跟父母親分手 不用了 這裏 跟父母一起住 這裏 這裏就是那個老師 老師 不准結婚 嗨 這裏就是奧某種餅的房間 每個冰市都有一磅 兩磅的麵包 然後 在假期 特別的日子 就有一些香蕉 放進去 不然就只是包 首先 每人都要劈 透爐 透起爐 然後搭麵包 挺開心的 Fort Henry 從來沒有打過仗 好像這個 Halifax 那樣 最後 就變成一個 扣留中心 將一些 反叛者 或者是 當時一二戰的時候 打德軍 或者奧空 帝國的時候 就扣留 一些人 最後這些人 都應該變成了 加拿大人 還有 扣留的功能 就是1943年 正式 就完成了 整個歷史的使命 基本上 只是一戰都已經 八千多扣留 有些所謂移民 實際上 就是一些 又不是難民 而是扣留的人 當時有這個盟軍 和這個 俗心 應該不叫俗心 但是是同盟國 有這個 當時還有奧圖曼 完了之後 就解體了 奧空帝國 還有 這個 普魯士的 德國聯邦 第二帝國 應該是 在集中營裏面 他特意做了些味 是有些集中營味 就是我覺得 那當然 應該實際上 是臭很多 那 所以 這個 軍備 競賽 用了很多錢 所以 軍備 競賽 用了很多錢 我們上城樓 我們上城樓 居高臨下 我們看 我們看 明磅 這個禮炮和 暴操 很高 你看這些是全方位轉動的炮 很大的口徑 這裏 這裏 是守護陸地 防止 有人像Lewisbert 那樣 有陸地的工 過來 那邊 就是守護這個海口 Ontario 那邊 就是守護這個 正羅倫斯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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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們看到 有一個紅色的 那個 就是一個Tower 就是一個前哨 這樣看著 好了 我們是時候要看看 他的步操和禮炮 好了